贊肌 新的开放 荷友园是我们需要留下来的一个骨骑 可是把骨骑留下来了 放在那边不用又好像很可惜 最后我们就想说 应该要好好来使用这个地方 越能变中 好小朋友的我们到家里边去开戏吧 Yeah 啊啊啊 吳猴 你居然是寶箭啊啊 吳猴 請加油 師父師父師父我來了啊 很棒 很早以前孩子都說這裡是鬼屋 可是現在他們都會說 來這裡是來聽故事 各位小朋友好 故屋媽咪哈 這位肢題語言豐富 故事講得精彩的 是小朋友最愛的故事媽媽 鬼沒有串臉哦 真是太好了 聽完故事小朋友的心直來了 開始動手寫劇本 寫劇本現在有什麼啊 那個什麼 演員 說到劇本 陽光國小引以為傲 從寫到演甚至到錄製 都可以一次搞定 因為他們把全套設備 建置在三合院裡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小朋友現在像我也蠻喜歡玩電腦 那如果平常用紙跟筆在寫 我就覺得怎麼想都想不出來 就覺得很幼稚很無聊不想寫 我們有時候在寫一些故事 三合院因為很古老 就可以給我們一些靈感 傳統我們在演戲的時候 不是都要做布景嗎 然後做布景的時候都要畫畫很久啊 而且要做到這麼大張是不是也很辛苦 於是我們就想說結合數位科技 例如說我現在 我演戲的場景是在三合院 我就放出我三合院的圖片 我就想 我走進三合院去看戲囉 三合院的課程 它把三合院重新賦予它的新生命 變成是戲劇館 孩子來這裡聽故事 孩子來這裡寫故事 孩子來這裡演故事 問節氣大多說不上來 但陽光博小的小朋友 不僅可以把24個節氣倒背如流 還可以融會貫通 大家好我是代表大叔的節氣神 雖然呢我長得非常的有點粗獷 不過呢我是一個心地善良 而且非常幽默的節氣神 先了解節氣再邊腳本 紅布偶 不假他人之手 全部自己操刀 我是春天的雨水龍王 我設計雨水龍科 它是 它在管水的地方 所以它頭是藍色 想和泳澤一樣做出 活靈活現的雨水龍王嗎 那必須受過漸進式的 藝術與人文課程洗禮 藝術與人文課就是 九年一貫開始 他把阿美勞課 還有音樂課 結合在一起 然後加上表演藝術 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小朋友的注意力全在布偶身上 因為他是這一堂課的授課老師 快走 老師用一邊演 然後這樣一邊上課 我覺得比較能輕鬆 因為你自然會比較放鬆 我兩年是覺得非常好玩 所以還蠻喜歡上校服課的 我們陽光國小 是沒有買藝術人文課本的 每次上完藝術人文課都會做紀錄 所以他一個學期上 完整地記錄一個學期的課程 就變成了他的課本 老祖先的智慧 節氣的元素 沒有課本沒有框架 這是陽光古小的獨特教法 透過了我們節氣的課程 於是孩子他會覺知到 原來我們的生活跟世紀的變化 是這麼樣的息息相關 原來學校裡頭的動植物 它隨著節氣的流轉 有不同的生命力在這個校園展現 把土地注入情感 多元豐富課程激發學生想像力 快樂成長 愉快學習 每個小朋友純真無邪的笑容 就如同校名一樣 正面迎向陽光 樂觀迎接未來 太棒了